上周加拿大的媒体和世界各个的媒体爆出重大新闻 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和他的妻子Sophie分居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心里一沉 今天咱们说说这事 其实呢离婚分居啊 这个在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 不到自己身上没什么感觉 但为什么这件事呢就是是一个重大新闻呢 因为他是在职的一个加拿大的总理 对于这个总理啊 真是喜欢他的人喜欢他帅 喜欢他怎么怎么样 不喜欢的人真是恨死他了 哎呀我发现他这几年就骂这个总理骂得最厉害 包括加拿大人 就是主要是对他的政治观点嘛 我理解啊 但对我来说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和其他人一样 一阵 为什么呢 不光是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理 一个政治家 一个公众人物 因为他经常的在 作为国家总理经常在媒体上露面 确实公众人物 你看到他和他的妻子 是吧 两个人蛮般配的 这个都是长得好看呗 对吧 然后三个可爱的孩子 那看到这样一个家庭宣布分居这么一个决定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必须宣布 我就想到普通人肯定这事就是低调低调 对吧 你公众人物没法低调 必须宣布 对吧 做出这个决定 太不容易 而宣布这个决定更不容易 那么他们结婚18年 前面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浪漫史 就是说 那肯定是从相爱到 走到一起结婚 成立一个家庭 然后开始建立这个家庭 养三个可爱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丈夫 重政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家庭 他的父亲就是政治家 所以Sufi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她在和Justine Dating结婚的时候 她可能就想到她未来的命运 对吧 应该也是有思想准备 但是呢 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感觉作为政治 搞 不管你搞什么行业 他们都是人呢 Human Being 都经历的一样的 他们不是什么 高高在上坤 滴滴在下 人就会有这些 你都向着美好的愿望 去Dating去结婚了 但是呢 在婚姻过程中 经历很多很多 还有她和其他家庭不同 就是他们是政治 搞政治的 对吧 公众人物 做政治人物 我不太理解 那真的是压力不小 遭而骂 要没有点什么 特别的那种 谁愿意去当那个 你想想Sufi作为一个妻子 看着她的丈夫被骂 被什么呀 甚至有扔石头 嘴子打的 是吧 她都有压力 对吧 她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曾经的 一个媒体的 一个人物 然后呢 开始做到幕后 支持她丈夫的政治生涯 那去照顾三个孩子 然后她的角色 就是总理夫人 然后把她的职业呢 就放下了 这个对一个职业女性来说 也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她也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对吧 那么在这中间 经历了什么 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这是private 我们不必关心 我们不去探究 我就是感到啊 就是说 多给他们一点理解吧 他们就是普通人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他的政治观点 你喜不喜欢他人 没关系 政治是政治 管理国家 你该什么样 你认为什么样 你选他 你选他 不选他 你都可以发表评论 但是人家作为一对夫妻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就是多给一些他们的空间吧 微信贴子上有写 然后你写的文章是比较重心的 就把这个事情像其他媒体一样 也就是用中文写出来 但底下的留言呢 就真的有的不nice 什么 哪个说那话 挺nasty的 这个时候 当然你甩一句话 你不用负什么责任 但是我就觉得 人你总是要有一个 人心比人心 不管他什么人 对吧 他是什么政策 他这一对夫妻 从相爱建立家庭18年 做出那决定 绝不是短时间的 可能好多年 而且他们作为公众人 我还得宣布 你想这得多大的压力 而且这个初子总理 现在还在职 这产生的影响 对他们俩自己 对他们的孩子 对他们的整个这个大家庭 还有呢 对公众 对这个党 总之他的影响太大了 对吧 不像咱们普通人 不管你是加拿大人 还是在国外 就是给他们一些空间 就是他们就是人 我是这么看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让他们去沉淀 be nice 我们华人很多 在婚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者在他们某个人 他就 咱就是能忍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面子 为了什么什么 就过去装着 没发生 然后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然后就装着怎么样 甚至我听说 有一些夫妻 都已经决定了 私下已经进行了 走了法律程序 离婚了 但是呢 为了孩子 不影响孩子 他们认为不影响孩子 不伤害孩子 然后还住在同一个房 从一个 那个房间 房子里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房间 还装着是一对夫妻 过正常的这个 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生活 哎呦我的天哪 这首先装 这也不容易啊 对不对 这夫妻 但是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不光是对这个夫妻 彼此有影响 那个孩子 可不是不傻呀 特别是 可能特别小的 小孩子 几岁的 baby 他不一定知道 你像 我的真事啊 我的一个同学 小学同学 好多年前 这个 在国内时候 就跟我讲 他们就是离婚了 还住在同一个房子 因为他孩子 在上中学 怕影响高考 就儿子 然后就没有告诉他 然后呢 但是 我就 我就觉得 那孩子能看不出来吗 孩子不傻呀 而且最大的影响 对孩子是什么 他就认为 他可能各种想法都有 但是他可能认为 出了问题以后 他就得装 因为孩子也得装 你们俩夫妻装的 像孩子 还是正常生活一样 孩子也得装 没事 他不敢挑起这个 去谈 你们俩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分居约 为什么离婚 这种谈话 没法进行的 对不对 因为你父母装 孩子也得装 最后这影响孩子 对青少年期成长 他一辈子都有可能是装 就是遇到问题 回避 然后呢 假装 这个是很沉重的负担 当一个人 特别是小孩 青少年的时候 他confused 他得猜 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了 对吧 怎么这样 夫妻关系 就是男女之间 父母是 这个 第一个形象 他就建立 就是这样的 就是给孩子影响 所以呢 当然这夫妻 他认为是对孩子好 所以呢 从这个 就是说回到总理这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Sophie的说回去 他一定要 一直的authentic to myself 就是他要对自己真实 他过一个真实的人生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有问题 我相信他们也会 经过咨询解决 但是 到那儿 不work out 那他就真实的 面对自己 所以这个 对彼此这个夫妻 都是需要 很大的勇气的 所以我一个 普通人来说 我就是祝福他们 按照他们的想法 去go for your life 然后呢 两个夫妻 仍然是作为父母 仍然是爱这三个孩子的